澳門呢 我告訴你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澳門比香港好很多的 因為在十年前澳門將《國安法》通過了 所以再加上澳門的局勢和香港很不同 澳門的媒體不會像香港那麼爛 澳門的政府又強硬 香港試過一些暴徒過澳門企圖搞事 即刻就顯示香港 所以澳門的情況比香港好很多 而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始終都是因為香港的局勢 有太過多的外國勢力 那講回澳門 澳門又不同 澳門沒有這些外勢力存在 再加上澳門所採取的措施是很強硬的 譬如好像現在最近香港發生了這麼多暴動事件之後 每一次香港有一些暴徒 我企圖進入澳門都被馬上截停 以及遣返香港 所以我覺得澳門是做得很成功的 真的做到一國兩制的 我也是去澳門的時候 跟普通的市民聊天 他們是很擁護中央的 他們的看法是說 在1999年回歸之前 他們是同意他們的自由度 和當時的政府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 他們是很擁護回歸的 進入澳門